欢迎收看环宇全球新闻 我是陈生如 要带您一起掌握全球各地的重要消息 今天的头条焦点要带您看到 昨天中午菲律宾一艘载着180多名乘客的渡轮 才出海不久就发生翻覆 造成渡轮上38名乘客死亡 至少有33个人失踪 初步了解渡轮翻覆的原因 可能跟当时的强风有关 法国一家渡轮公司旗下400多位员工 因为担心工作不保就发起大规模罢工 结果应发两地的货车全部都上不了渡轮 只好塞在公路上 车阵是绵延超过48公里 有人是开了两天只前进500公尺 真的是动弹不得 巴基斯坦一列载有军队的火车 在前往战地途中发生出轨意外 车上有12名军人死亡 上百人受伤 有人怀疑铁轨被人为破坏 而在美国的田纳西州 都一辆载有易燃物跟有毒气体的货运列车 同样也出轨 当地至少5000多位居民都被紧急疏散 经过多年诉讼 英国石油公司终于跟美国联邦政府 还有墨西哥湾沿岸五大洲的州政府和解了 支付将近190亿美元的赔偿金 2010年英国石油公司的爆炸漏油事件 当时导致有11名工人死亡 也引发了海洋污染 当地渔业跟旅游业都受到波及 也成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海上漏油事故 还要看到激进组织IS这个月1号攻击位于西奈半岛的埃及陆军检查哨 杀死超过100个军迷 并造成50多人受伤 那这也是IS在西奈半岛所发动的最大规模攻击 伊核谈判进入最后冲刺 昨天各国代表再次起居奥地利 希望可以达成共识 但是大陆跟德国的外交部长 对于谈判结果看法却大不相同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将要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 内容备受关注 由于可能降格就引发了批评 而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士日前接受媒体访问也做出了回应 有了强调战后的村山谈话立场 村山富士也呼吁安倍晋三应该要回到正轨 再来要看到美国国庆日前夕 美国华府却惊传枪击事件 而且事发地点就是两年前 歹徒曾经开枪射杀12名无辜者的海军大院197号大楼 这次警方反应迅速 马上把附近街区封锁 还好最后结果证明是虚惊一场 海军大院的员工也松了一口气 美国最近流行一款造型很像手枪的手机壳 放在口袋看起来就很像带着一把枪出门 但是这样的外形也引发了争议 美国警方也出面宣导避免使用这样子的手机壳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刚好要看到八仙传报过后 大陆的海协会打算援助价值上亿元的湿皮给台湾 不过有部分医生对大陆的湿皮来源提出质疑 广告回来带你了解 欢迎回来要提醒大家 未来一周要多留意天气状况 今年第10号台风莲花虽然目前距离台湾还有一点远 但气象局说最快礼拜天晚上就会开始影响台湾 可能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其他还有像是9号台风昌宏 虽然不会接近台湾 但它下周二接近琉球海域的时候 还是会有机会成为主导莲花的系统 双台影响提醒民众还是要多加小心 持续要来关心八仙城报意外 警方在约谈了活动当天的特效人员廖俊明 那其他4名员工是送往士林地检署复训请回 但究竟火是哪里来的 检警查扣40多枚烟蒂进行火场鉴定报告 那新北市府律师团也对3家业者提出假扣押 还要看到港籍47%的烧伤患者周影山 第一次清创跟直皮手术相当顺利 情况也很稳定 她的大姐也特地从香港来台探望 而且还带来爸爸的录音要帮她加油打气 那甚至呢有朋友就从香港飞来台湾 就是希望她赶快好起来 针对这一次的意外 大陆海协会也打算援助 价值新台币1亿元的湿皮给台湾 不过有部分医生对大陆湿皮的来源 还有处理过程都有疑虑 就担心使用之后会有感染的风险 也呼吁政府要审慎评估 这些承报商者未来非常需要 湿皮当肤料 但湿皮这两个字却让女星贾永洁听了非常不忍 她就在脸书上发文 直呼不要再说湿皮了好吗 希望外界可以用更尊重的名称 但是医生就反驳了 这本来就是医学的专有名词 爆炸案的伤患每一次换药都要出到好几位护士 对伤患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那现在国外有一种新技术是利用伤者一小块皮肤 透过基因分离把细胞体存在喷雾当中 那喷在伤口上就可以自主增生 带您一起了解 这一次意外当中不幸过世的刘志伟 生前最喜欢的偶像就是歌手蔡依林 还有台艺设计师吴基刚 之前蔡依林跨海录音 吴基刚也拜托妈妈送花 但刘志伟最后还是伤众不治 蔡依林跟吴基刚得知消息之后都很难过 我要后来关心澳洲水梨牙医界 一次没有消毒医疗器材 造成有1.1万名的病患 可能经由血液感染艾滋病跟肝炎 稍后带您一起了解 欢迎回到全球新闻 要来看到澳洲水梨牙医界 经爆大规模感染事件 当地电视台指出 至少4间水梨牙医诊所 疑似因为没有消毒医疗器材 造成有1万1000名的病患 现在很有可能经由血液 感染艾滋病跟肝炎 当地的卫生机关 已经撤销6名牙医的执照 其中也包含了一名华人牙医 南韩今天又新增一起MERS病例 确诊人数是新增到184个人 南韩保健福祉部指出 这起病例是一名护士 可能在照顾患者的时候 不小心感染了 另一方面 痊愈的患者已经达到102个人 但是南韩还是在持续通报 出现新的病例 导致疫情结束的时间点 恐怕还会再往后延 再来要看到大陆股市 最近大起大落 虽然大陆证监会寄出降低交易费 还有扩大券商融资等利多政策 但还是很难挽回 大陆股民是胆战心金 那有人脑筋动得比较快 只要有获利就把钱转到其他项目投资 像是黄金市场 最近的销量就多了三成 希腊宣告倒债之后 虽然向国际债权员要求延长现有的纾困计划 并提出新的方案 不过欧元区还是拒绝协商 表示要等到希腊公投之后再考虑 同时欧盟官员已经警告 如果公投结束之后 希腊民众还是拒绝接受新的纾困方案 可能就会被踢出欧元区 还有看到日本国税局 礼拜三公布全国地段价格 东京大阪地价比去年大幅上扬 主要原因是中港台三地的投资客 他们除了买房自住 还有人看准观光人数越来越高 所以就在闹趋制惨 希望可以赚进更多的日币 台北车展今天登场了 很多电影里头出现过的车子都有 那像是玩命关头出现过的野马 大黄蜂 闪电麦昆 还有保罗沃克的车子都有 另外在电影复仇者联盟当中 钢铁人的御用车子也被搬了出来 赶快来看看 今天的全球看板 带您关心 伯克圣地好战分子攻击奈吉利亚 他们闯进村庄屠杀村民 造成将近150个人死亡 另外菲律宾针对南海领土争议 对国际法庭提出仲裁 但是被大陆坚决反对 就算仲裁有结果 大陆也可能不会执行 再来看到新疆发生规模6.5的大地震 目前传出有6个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最后看到美国福特汽车宣布 召回43万辆汽车 因为软体程式有瑕疵 驾驶新火之后 引擎可能还会继续转 刚好要告诉您 美国纽约从7月开始有重大变革 餐饮业要全面禁用保力楼 广告之后带您了解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7月台湾有不小心致上路 在美国纽约市7月份开始 也有重大变革 餐饮业将全面禁用保力楼 那只有每年营业额低于50万美金的小型餐饮业者可以豁免 不过这项禁令会有半年的缓冲期 明年1月开始才会正式开罚 大陆政府在7月1号通过了最新版本的国家安全法 竟然是把台湾香港还有澳门并列一起纳入大陆的法律 但是消息一出就引发了台湾朝野的强烈反弹 不只卢委会发表严正声明反驳 国民两党也难得团结同声痛批 说这是大陆单方面制定的法律条款 对台湾并没有任何效力 还要看到NBA球星好小子林书豪访台行程第四天 这一次跟喜汉儿基金会的小朋友一起玩游戏 而且还秀了几下灌篮技巧 甚至是送出限量的签名篮球 一起来瞧瞧 林书豪卸下胡人紫金球衣 成为炙手可热的NBA自由球员 下一季动向备受关注 市场上就传出包含好小子的老冬家 纽约尼克、休士顿火箭 甚至还有今年总冠军勇士等七支球队 都有兴趣签下他 大陆淘宝网无奇不游 什么都卖 但是竟然也卖毕业生 云南昆明学院最近开了一间人才店 公开拍卖六数名毕业生 其实这是学校帮忙毕业生求职的新招 在山东举办了一场特别的电动车竞技赛 那无论是倾斜60度的双轮行驶或飘移 都难不倒技术高超的车手 带您一起去看看 天气越来越热 细水游客也越来越多 不过要当心碰到海面埋伏 最近有一群游客在南非潜水 进到铁龙近距离观赏鲨鱼 结果就碰到大白刷抓狂 猛咬铁龙 吓得游客惊声尖叫 整个过程都被拍了下来 娱乐消息带您看到 最近大陆电影市场火热 几乎每部上映的票房 都可以轻松破译 演员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那根据港媒报道 影帝张家辉是片酬涨幅最高的 从去年的6000万台币 涨到1亿元台币 新闻最后带您去看看 耶路撒冷是犹太人重要的宗教圣地 当地居民就发现他们的住宅下方 竟然有2000多年前的古老文物 感谢您收看以上的新闻 我是陈轩如 我们再会